早上,昨晚美股做好了,民主黨和共和黨就達成一項初步的協議 阻止美國政府再度陷入這個停擺 美國總統黨普表示中美貿易戰停火期限可以推遲 投資者樂觀情緒進一步增加,支持著美股顯著上升 道指升了373點,納指升了1807點 石油輸出國組織公布的數據顯示,一月原油產量劇減 沙特阿拉伯更計劃三月進一步削減原油產量,支持原油價格 昨晚升了1.3%,去到3.1美元一桶 再看看廣告情況,昨天曾經一度升到去年8月底以來的最高位 上升到28,229點的稅平 收市時略微回了一點點,升了27點的 成交還是暢旺的,有960億元的 而北水方面也錄得淨流入,有13.2億,主要集中是買一些個別股份 包括吉利亞,騰訊,中芯國際那類的 看回港股在美國ADL市場,就略略偏遠的,變動也不算太大 不過由於始終中美貿易談判正在進行中,似乎放出來的訊息也比較偏好些 所以相信這方面會繼續支撐著大市的樂觀情緒 恆子有機會再向上市一些高位 下一個阻力就在250,000兒童平均線,即28,368點 那裏可能會有些阻力,在那裏會增持一下 不過整體整個大市已經進入一個超買區 14天的RSI,現在就去到72.5了 所以這個都會限制大市進一步上升的空間 不過就始終看回 現在環球股市氣氛仍然都是偏好的 所以資金比較活躍,就集中在個別股份上操作 你看到每天都有些新的題材 中央稍稍有些政策的消息出來,就集中火力 炒某一些板塊,這樣 所以這方面的情況,相信還會撤了一段時間 直至大市出現了較顯著的逆向,才會有所改變 投資者也可以捕捉一下這些短線炒賣的機會